各位評審老師好 我們的作品是可分解大膠重菇栽培容器 你是否也關心環保議題呢? 我們發現每年約有1530公噸的廢棄固包塑膠袋 以及188萬公噸的農業廢棄物遭到不當處理 造成環境傷害及太平放量增加 別擔心,讓我們來幫你解決這個問題 以綠色環保與農業廢棄物循環六微核心概念 製成可分解大膠重菇栽培容器 使用後可直接分解,對環境零污染降低碳排放量 我們利用沉膜原理製作出栽培容器 主要是以海藻生鈣與胎蔥蓋混合其他天然添加物 最後倒入葡萄糖酸內脂油內進行膠和反應 原料 香蕉、金粉、稻草粉及海藻生鈣為基底 母類殼粉為抑菌劑、鹿角菜膠增加彈性 特性、防水防霉可分解、顏色、橙草灰綠色不含色素 利用琴QK3D進行模型設計及製作 經過不斷改良呈現出目前使用的模具 聽由不斷的實驗及改良 本組製作出具有延展性、彈性、柔軟度的栽培容器 截至目前為止已放置8週尚未發霉 栽培容器製作完成後即可進行妝填並進行觀察 等待約15天香菇就會長出來 容器月殼使用3次、使用完畢後掩埋 經觀察等待至少14天即可分解 收集農業廢棄物混合海藻酸奶以及其他天然添加物 加入葡萄糖酸內脂 待反應後等待2小時乾燥脫模 接著即可進行中工觀察實驗 全分解零汙染 分解速度快成分不破壞環境 降低碳排泡 使用廢棄物進行中工行動 修成綠色農業 綠色環保 完全分解不會破壞環境 拒絕使用塑膠 保護環境達到永續生態經濟 創造脳業廢棄物之循環利用價值 就地分解 降低回收成本 節約人力人時 符合多項SDGS目標 本作品與其他相似產品比較 結果得知 在材質上結合農廢物及添加物 已經使用後就地掩埋 等待14至20天即可完全分解 不會造成環境污染 優勢 全天然可完全分解 劣勢 價格較高知名度較低 機會 環境保護重視限速政策 威脅 使用習慣不會改變其他材質成本較低 競爭力大 增長性 與政府農會合作推廣 扭轉性 符合政府政策 綠能科技環保恆性概念 提升知名度 多元性 農廢物採齊約制 確保來源穩定 防禦性 與政府合作提供補助 市場區隔 使用利益作為區隔標準 以農業廢棄物圈圈 利用有序環境 零污染降低碳排放 市場選擇 采集重化行銷投入經營 市場定位 以可分解代價重固 栽培容器 全分解零污染 環境無負擔為市場定位 產品 可分解代價重固 栽培容器 定價 盡量傳估計每個月為20元 通路 與農會及種植栽培行的合作 提供線上訂購 推廣 參加農創展增加曝光度 與政府合作提供補助獎勵 產品環保性 循環利用綠色環保 自然分解性 保護生態 永續環境 市場潛淚性 綠能科技 降低碳排 作品材料方面 以其他殼分解的植物纖維作為材料 容器耐用方面 改善耐用性 延長使用時間以及環境適應器 種植效率方面 研究在不同菇類種植的生長及最大栽培率 智能生產方面 應用智能技術 自動化製程 健康栽培狀況 提高效率 降低成本 可分解到植物種菇栽培容器 全分解 零汙染 環境無膚搭 愛乎地球 你我不孤獨